中国正朝航天强国迈进。已在多方面干超俄罗斯。 环球网报道。 利用未来的中国空间站开展舱内外搭载实验等合作。 外空开发国际合作的先锋,中国显得很光彩,对于中国正式启动空间站国际合作,俄罗斯专家予以高度赞扬。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9日报道,俄罗斯与航科职员远是亚历山大。 热烈兹尼亚科夫在接受该社采访时评论称,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航天大国邀请联合国所有国家开展航天合作, 中国把自己定位为外空开发国际合作的先锋。 他认为,此项倡议表明中国可以向世界奉献,并且希望这样做。 热烈兹尼亚科夫说,首先,这说明了中国技术的发展水平。 他不仅要建成自己的轨道站,而且还要提供一定的技术质量保证。 若对使用安全以及载人飞行安全没有把握,邀请其他国家派遣自己的太空人,就不合乎逻辑了。 而政治因素当然也扮演一定的角色。 像宇宙开发这样领域的任何国际合作,当然都很受欢迎。 它能引起其他国家的兴趣。 中国在努力证实自己在该领域的领先地位。 俄罗斯航天技术研究所专家一万。 莫伊切耶夫指出,这是一个措辞讲究而又非常悦耳的政治倡议。 这是中国朝航天强国迈出的又一步。 他说,邀请合作不是一句空话,不是梦。 空间站正在建,中国正成功地开发太空,邀请合作让中国显得很光彩。 莫伊切耶夫认为,中国近年来太空探索发展非常成功,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过俄罗斯。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近来许多国家对太空飞行表现出兴趣。 不久前俄罗斯,哈萨克和阿联等国代表在哈萨克举行会面,在此期间提到共同完成太空飞行,培训阿拉伯太空人。 对此,热烈兹尼亚科夫称,阿拉伯国家有可能是最先对此感兴趣的国家,东南亚乃至亚太地区现在发展较快的国家,像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等,都会表现出一定的兴趣。 莫伊切耶夫则认为,最先对中方建议感兴趣的可能是那些还没太涉足航天领域的国家。 中国重视同南美和非洲太空人开展应用航天学领域的合作,如果在轨道战方面展开合作,那么这将推动中国与相关国家在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应用航天学领域的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